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播出欢乐翻米粒的那个辽宁卫视 是啊 好你个赵康网 这么好的项目让上总赞助 为什么不跟我合作 咱俩还是不是大挑 哎 怎么了他 啊 为什么 顺芬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心里边挺纠结的这个事情 怎么了 这么好的事 本来第一时间应该交给你做的 是应该啊 但是宝洁说 他说你不愿意做 我为什么不愿意做呀 这么好的项目 啊 啊 李宝洁 怎么回事 李宝洁怎么回事 我闭嘴 前总 闭嘴 我问你你在说话 啊 我当时是怎么说的 你闭嘴 啊 这个事放两天 对啊 我就是这么说的 我说放两天 你闭嘴 我说放两天 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前总你让 你闭嘴吧你 我说放两天 让你把这个方案放到我的办公桌上 我这两天我就批 您当时 你闭嘴 永远不要说话了 大姐夫 哎 他赞助多少钱呢 他赞助 两万 哎呦 两万 哎呦 哎呦 别着急 啊 大姐夫 我现在就决定了 上总的公司 不需要他的赞助了 好吧 我前世风公司 两万块钱 我来赞助 哎呀 哎呀 师傅 我来赞助 行啊 可以啊 就这么定 对 你你这样 宝洁啊 马上领着赵经理 到咱们公司 取两万块钱 快去 来不及吧 大点事 来不及吧 哎呀 宝洁啊 你提醒的太好了 世风啊 什么什么 完了 来不及了 怎么来不及啊 刚才上总打电话了 啊 说五分钟之内 他们就把钱 打到我们物业账户上 哎呀 他五分钟 我三十秒 走 走 我跟你去物业 现在就打钱 等一等 说风 干什么 这个事你确定吗 确定啊 你不后悔 不后悔啊 肯定打钱 打呀 打 小刚子 你这是什么情况 为了方便老年的业主 交物业费啊 水电费啊 我们随身携带二文码 行 先方便方便我吧 哎呀 来吧 不两万吗 对 走你 转账成功 账户余额 两万零 九百元 转 哈哈哈哈 咱有钱 行了吧 行了 这回是我们公司赞助的了吧 你们公司 跟上总没有关系了吧 一点没有关系 上总那你通知他一下 你放心 上总的事我来说 得罪人我来办 哎呀 行了 哎呀 钱不够啊 别着急 那个 宝洁啊 哎 我这个节目主持人的事 是不是得练一练 哦对 这个节目主持人非常重要 你也好好练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提醒的太好了 哎呀 这我得练一下 亲爱的辽宁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物业副经理赵钢指 干嘛 你在干什么呢 啊 顺风是这样的 啊 我们这个片子里面啊 有一个主持人 是贯穿全聚的 哎呦 还还贯穿的主持人 对对对 由我来担任 嗯 哎 凭什么有你担任啊 不是 我们公司赞助的项目 为什么你是主持人呢 不是 顺风啊 是这样的 我们物业也掏了一万块钱 哦 杰啊 嗯 他们物业公司也赞助了一万块钱吗 嗯 为什么不给我汇报啊 闭嘴 哈 哈 夏姐夫 哎 要不这样 嗯 你们物业公司的那个一万块钱赞助 也退给你 好吧 不需要了 啊 我继续赞助啊 再赞助一万块钱 哦 顺风啊 好不好 这个钱你偷 我偷 那那个主持人的事 那就你 你让谁主持就你来定了 那行了 那就 那那那那 来吧顺风 我敞开胸怀了 这家伙还敞开胸怀 来吧 好好好 真是方便啊 好好好 走走 走一万是吧 一万 走你 转账成功 账户余额 一万零九百元 行了 顺风 行了吧 行了 主持人最后安排谁呀 我呀 还有比我优秀的吗 哎呀 我还用 钱不够呀 那个宣传 宣传 哎呀宣传 宝洁 我看就算了吧 因为过去主持人是我主持 现在换成顺风了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宣传了 宣传很重要 等会吧 啊 你俩有多少事瞒着我呀 怎么又有个宣传的事呢 什么叫我主持就不需要宣传了呀 是反正是这样 宣传得需要费用 哦 哦 省点吧 是是是是 算了算了 那我们的宣传方案也太可惜了吧 哎呀 这个宣传方案是 可惜了一点 对吧 这个宣传方案一出来以后 都就是 大姐夫啊 你不妨把你的宣传方案说出来 我听一听 好好好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啊 就首先把你的巨幅彩色照片啊 要挂到咱们小区的大门口 嗯 然后我们小区的方方面面 脚脚落落 都要挂上你钱顺风的照片 哦 就是小区里边是吧 完了呢 如果我们这个片子播火了啊 那你的照片 就会在公交车上 地铁站 地铁上 都是你钱顺风的照片 当然 因为当时是我主持嘛 我的知名度不够 顺风里的知名度是够的 对吧 你没有必要让广大观众认识你 有必要啊 这怎么能没有必要呢 我在小区里边是很有名啊 我希望在所有的地方我都有名啊 要扩大我的知名度啊 我的照片最好是能挂在飞机上 哦 哎呀这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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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风啊 那这个是有费用的 大概多少费用啊 多少钱 一万 敞开你的胸怀 这有多少 哎呀 来来来来 走你 转账成功 账户余额 900元整 哎呀 钱够了 别着急还有900元 那个顺风啊 哎 我还有点想法 还有想法 你怎么还有想法 顺风你别着急 这个是随意的 当时我就想啊 我说我买一点优盘 优盘 这个片子拍完以后 公益的 多好啊 把这个片子放到优盘里边 领导来你们公司啊 商业伙伴来你们公司啊 你就把这个优盘一给他 这多好 对吧 当然这个事随意 不要带上随便 随便 不是不是 得随便多少啊 900 900 哎呦妈呀 我以为一千呢 哎呦吓死我了 900咱有啊 900有啊 躺开你的胸怀 来 900呢 走你 转账成功 账户余额 林元 行了 绝了 好了 那个 赶快回去啊 好嘞 哎呀 全力配合啊 哎呀 这行了吧大姐吧 这行了行了 这项目是我们公司的 你的 我现在很激动啊 我练一练主持 你练一练练练练练 辽宁卫视的广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同时呢 感谢 灰山乳业的大力赞助 我是主持人 我的名字叫 钱顺芬 来来来来来 大哥啊 直别你 大哥 打千条 还打千条啊 不打千条 你这五万块钱 你好意思拿走啊 哈哈 这我不能借了大哥 怎么不能借你 你看 你说你这个老公 都啥时候了 还要脸啊 这么点 你不是借我五万吗 你给我打个六万的签条 六万 哎呀 你说这还要脸呢 你说我真能让他还六万还能咋的 这不是遇上事了吗 这事儿让你整 哎呀 五万块钱没要回来 干嘛呢 我眼睛一万 哎呀 快点快点快点 早了回来了 早了 谁呀 我海洋 海洋 海洋 我知道海洋 海洋 那个明亮口来了 早了 早了有点事儿 别走啊 玩事儿吃饭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着媳妇儿 装装装装的 干啥 五万块钱呢 什么五万块钱 哦哦哦 嗨 你小点声 啊 五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他两口用这些钱干啥啊 你小点声 海洋病了 需要做手术 我借给他了 他刚才腿巴家摆这儿的 也不像有病啊 怎么你这样子 不是 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 你先把钱要回来 我就用三天 三天之后 比如说五万十万我都借的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有一个楼号啊 四点半之前 必须交其十万 第二天我转手 就能再挣十万 这钱你挣不挣 当然挣啊 要不要 你要啊 这是我兄弟 刚借给人家 我好意思要回来啊 怎么那么费呢 怎么的了 你听我的 你别这事 兄弟 咋的咋的 兄弟 你赶紧去 你哥的 你哥的有病不治啊 小哥啊 我刚才我俩聊半天 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忘了 大哥 你到底得啥病啊 我得啥病了 你得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忘了 对啊 他忘了 忘了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 帕 什么墨证来着 对 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 就剩盐炮花上米那大了 哎呦我的天 媳妇儿啊 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你看 又忘了 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你看我 我连都发河了都忘了 扫子呀 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 搞乱跟我记得 对对对对 这我大哥都是啥样的 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啊 不是 这个弟妹啊 你别说两年前了 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 他就开始写日记了 哦 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 啥事都忘了 说你写日记呢 什么玩意日记啊 啊 日记可哪呢 啊 你看又忘了 什么嘛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 在你的小书包包里 哦 嗯 糟糕啊 那我大哥得着病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这么跟你说吧 好 医生说了 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 是土豆那么大 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 就花上豆那么大 如果要太不及时治的话 就跟小米店那么大 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 我就得给他储花盆里了 哎呀 那我大哥不都成职务人了吗 我大哥这真的太严重了 嫂子 刻不容缓 赶紧上医院吧 真是 上医院行啊 嗯 他没钱呢 哎呀 那你刚借五万块钱 他脑花不好使 借你了吗 你行了吧你 兄弟 弟妹你别听他的啊 我没事 五万块钱你赶紧拿走 赶紧去看病去啊 大哥脑子不好使啊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大哥呀 你说你都啥时候了 你还能递这弟弟得病的事 哎呀 这真是请议无价呀 不是兄弟啊 怎么着 哎呀哎呀 我的大哥呀 哎呀哎呀 兄弟 大哥 大哥哎哎哎太阳这个兄弟真是美白处啊 对对 上帮你大哥哎哎哎 这五万块钱哎哎哎哎哎哎哎 行行行行弟们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谢谢哎呦 别拿着我接着电话 那个钱志芳哎你什么意见 哎爸说啥就是啥哦 你还有什么说的 不是张飞你看啊张飞用的是杖巴蛇毛抢 啥时候耍大刀了 那那那那个 张飞的大哥刘备把他那个杖巴蛇毛那个枪给借走了 你说说他把他二哥的大刀给借来了 往外出去耍大刀不行吗 行太行了 那个谁那个钱志芳你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是爸说啥就是啥就是有一个问题 咋都借给他大哥了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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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哪这干的大哥老大说一说啥咋的 哈哈哈哈 那你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您画的也不是张飞 妈这孩子这么僵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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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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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还还一副呢 这傢伙长 你这孩子怎么会生日呢 你这来来来来来 哎呀走 这又是谁呀 这又是谁 你这么一点文化都没有呢 这是谁我告诉你 啊 李白写的是哪哪哪这种诗 李白写的吗 当初 干爹啊 啊 这幅画也是你画的吗 是啊 呵呵又闻上了 来 闻出来没 闻出来了啊 这也是出自那位艺术家之首的作品 怎么着 你等会儿啊 就是这位艺术家 为啥 一股嘎的躺儿 哈哈哈哈 来 下面我们拍卖你买的这个诗啊 小孙儿你可行啊 别拍了 你咋那么能扯呢 哎 你先别管他 你就说这画画的怎么样 你这画的问题更明显 啊 我们都知道这幅画的这个作者 永娥是不是 他的作者是洛宾王 啥时候成李白了 哈哈哈哈 不是你你你到底什么意思吧 是不是 你看为什么他叫 是李白呢 为什么呢 是李白呢 反正我就不管那些我干爹说啥都是对的 小菜 咋不敢说句实话 我咋没说实话 你过来 吕吕给他吕吕 来我问你 李白就没见过鹅吗 哈哈哈哈 李白有一天 出去遛弯的时候 看见鹅鹅鹅鹅一共三只鹅 哈哈哈哈 我这鹅 在湖面上歪着脖子就问李白 哈哈 你是叫李黑吗 哈哈哈哈 白啥啤气啊 拿起鹅就给扔锅里了 从此以后就有了铁锅炖大鹅 哈哈哈哈 李白吃鹅的时候 萌生出来的一首诗 鹅鹅鹅 许像向天歌 哈哈哈哈 见过吃麻婆豆腐的时候得吐一字的吗 哈哈哈哈 我总说不要了不要了 他非你说这是他的恩情 哈哈哈哈 大牛啊 你二姐夫这就对你不错了 明白不 这要是我的话 一个鸡腿把肉吃完了 剩个骨头还得让我缩了缩了呢 哈哈哈哈 哎钢子哥 哎 你打电话是不是有啥事啊 啊是这样啊 那个 大牛啊 就咱小区那个上总 啊 上总是这样的 他老毛病寻麻疹 完了就今天突然感觉特别痒痒 也很想给他找个医生啊 给他看一看 哎呦 这个点要不就得挂急诊 哦 哎要不我推荐一个我自己经常用的京东健康APP 啊啊 特别好用 金银索机 常见有京东健康守护 人家夜里九小时都有专家一直在 可方便了 啊 哎呦 行行行 好嘞好嘞好嘞 你这样你把那个链接给我发过来 啊 好嘞钢子哥 嗯 有空咱拒绝啊 行 哎大牛二我签日风 你别说话 你这说的挺好 你看你一说你这这这这这玩意 这老挂我电话干什么你说他 哎 这这行了这这这链接过来了 你这样你就把这个链接啊给这个尚总发过去 我不发 人家尚总人家要的是医院要的是专家 我我我我 你给他发你给他 你给打个电话 哎对对对打电话 喂 哎尚总 尚总你好你好 我孙涛 孙涛是谁 这是谁 孙涛的朋友 哈哈哈哈 孙涛我知道 是个好演员 哈哈哈哈 咱们打一下 哎 喂 哎哎哎 少总别挂啊 我操钢子 啊 哎 钢子 顺风啊已经把您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了 这样我给您发一个链接过去 完了您看一下啊 您看看行不行 如果要是不行呢 咱再想办法好不好 啊 好吧 我试试 好 你看多好 好什么好 完了赵刚子 全让你给我砸了 这生意完了完了完了泡了泡汤了 人家尚总要是高兴的话能是这口气吗 啊 人家肯定得说哎呀 康子谢谢你啊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另外你你你你通知一下陈志文明天早上八点到我办公室签合同 这才是高兴啊 现在什么口气啊 哦好吧 我试试吧 他都恨死我了 他都好了 你想多了 顺风你这心还也太多不至于 对 我认为这个事肯定成 嗯我告诉你赵刚子 我给你打赌 打什么赌 这事要是成了啊 我公司的百分之十的股份我送给你 哎呦 才百分之十啊 嗯 太傻了 百分之五十行不行 百分之五十一 我们要控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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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